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政府部門 其實這也跟政府部門打交道 但是你知道嗎 我後來覺得說 政府部門裡面的人還是有非常多 願意想要改善這個環境 然後願意一起努力的人 有些時候他們就真的是 腹背受敵的狀況 那今天的最後一場的session 今天最後一場session 其實是政府部門裡面的人 那看看我們在這裡面的話 有沒有什麼樣的火花 或者是說他背上有插了多少隻劍 這樣的狀況 好 那我們在等這位講者的同時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位講者 那這個講者的話是木棍大大 那木棍大大的話他其實是一個駭客 那通常我對於這種 真的在技術領域然後鑽得非常深入的人 真的是很佩服 那時候在做口罩地圖的時候 因為健保藥局有那種插卡 在思考說健保卡插下去 他為什麼要讀十幾秒這樣子 那在這一次的G0Vsummit投稿的時候 一看到他的那個summit的內容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哇這個我一定要來聽這樣子 所以在我們在規劃我們的議程的時候 我第一個就把他的內容 直接抓到我們的track裡面 那就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木棍大大 來講他如何去hack 也不是叫hack 他如何去關心健保卡的agents這一塊 好 大家好 我是木棍 然後也可以叫我indy 好 那先聲明我絕對在這研究過程中 沒有入侵任何一個單位跟對 好 那我是林坤利 然後網路ID通常用indy 然後我朋友會叫我木棍 那我在澳一智慧科技擔任資安研究員 那我平常在公司負責的東西 大概就是我們的客戶 如果收到一些可疑的程式 或是二一程式樣本就會到我來這裡進行分析 然後同時我也為公司 研究一些windows平台安全工房的一些技術 那我本身 我剛剛從廁所跑回來 好 不該在演講前跑去上廁所的 那我自己會開始學習寫程式 到逆向工程到成為一名hack的故事 就是因為我從國中的時候 想要做自己的遊戲外掛 所以就開始學程式 所以累積到現在 我已經有十年以上的程式的經歷 然後也逆向分析過有數百支的程式 那我們也跟我們的研究團隊 在國內外大大小小的conference 資安的conference 分享過我們的一些研究 好 那我們今天的東西 大概我們會先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研究 然後呢 我們在逆向工程的過程是怎麼做的 然後有哪些發現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 我們在家裡使用健保卡 做驗證的時候它的通訊流程是什麼 然後跟我們怎麼樣實作 重新實作這個程式 然後我們就做出了一個Python開源的版本 還有程式有一些弱點的介紹 好 那首先我先感謝健保署的窗口 非常願意積極的跟我們合作 那我們有跟健保署通報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 程式的弱點跟問題 好 那整個通報流程就是非常順暢 然後現在廠商正在修補這些東西 好 那也很感謝公司願意讓我們這些研究員 然後可以花時間做一些自己的研究這樣子 好 那首先是背景介紹就是 因為武漢肺炎在全球大流行 所以行政院推出了口罩實名制 確保大家人人有口罩 好 那線上預購你可以選擇 使用健保卡或者自然人憑證 來做實名機制的驗證 那大家就會討論到 那這些程式會不會有一些隱私的問題呢 好 那因為瀏覽器沒有辦法 直接存取smart card reader 所以說它需要借助另外一個程式 那就是我們稱為agent的部分 好 它會在你的電腦上安裝另外一個服務 然後瀏覽器透過這個程式 在讀取你的健保卡 好 那大家可能都不太喜歡用政府的服務 或是在電腦上裝一些政府來做給你的程式 對 因為我聞到漏洞的味道 就是電腦政府做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報案 報案子什麼的 可能就會比較不care到一些治安方面的問題 好 那這邊是台灣就是 如果你有買smart card reader 通常你是為了要用Web ATM 好 那不管你是要用Web ATM也好 用自然人憑證也好 你都會需要裝一個agent在你的電腦上 那你的瀏覽器才能夠使用agent 去讀你的卡片 好 那健保卡的agent架構 它是使用CE跟CE加困合起來 撰寫的 然後會透過WebSocket overTLS來溝通 也就是說你的browser 它其實是透過WebSocket 去跟那個agent溝通的 那早期的版本就會 IE-only的時候 大家就會直接使用ActiveX 就是COM元件的方法 讓IE直接可以透過JavaScript 或VBScript去存取你的健保 去存取外部的資源 那自然人憑證呢 自然人憑證看了一下還蠻潮的 它使用Node.js來做Local Server這一塊 然後當它需要存取Smartcard reader的時候 它會call外部的獨立的執行檔案 然後操作完之後 再用JSON的形式把資料傳回來 那我覺得最酷的東西是 因為大家知道如果你要對HTTPS 打到其他地方去會有一些 Content Security Policy的限制 那它就用了Windows.open開出一個跳窗之後呢 然後它有一個叫做PostMessage的API 你可以跟你打開來跳出來這個視窗做溝通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它就可以繞過 Content Security Policy的限制 然後來跟Local Host的Server來做一些資料的傳輸 然後像我也稍微看了一下幾家網銀 那基本上網銀他們都喜歡用DNet的技術 然後像中國信用C Sharp寫的 並且它會在操作的過程中 彈出一個不是來自瀏覽器的視窗 來跟你做第二次的確認 好 那健保卡整個系統的架構圖大概長這樣 就是你的瀏覽器會透過Secure WebSocket跟Agent溝通 然後Agent可以去讀你的健保卡的資料 然後跟健保所的伺服器 用他們自己寫的一個通訊協定 來做認證溝通 來確定這張健保卡是一張合法的健保卡 然後驗證通過之後 它就可以把資訊交給瀏覽器 然後在瀏覽器你就可以登入到 其他的實名預購口罩或者報稅之類的服務 好 那所以我們著重的重點是在Agent這身上 好 那自然人評證就順便提一下 它的做法是這樣子的 那就一樣有一個Node.js寫的Agent 然後透過Ajx的方式來傳輸資料 好 然後Node.js呼叫外部的執行檔案 然後由它去負責跟Reader做溝通 所以Node.js 因為它是Node.js的關係 你在三個平台都可以用同樣的JavaScript Server的code 然後這邊也是就是 你就個別平台各自做一些修改的部分就好了 所以相對是比較簡單跟聰明的步驟 那因為自然人評證本身就是一張評證 表示裡面有私藥可以做數位簽章 所以說你就不需要再過認證伺服器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介紹逆向工程的部分 好 首先什麼是逆向工程呢 逆向工程指的事情是 就是你會有一個產品 比如說手上的簡報筆好了 你想要知道你要怎麼樣製造出一支簡報筆 你就會開始用各種工程測量的方法 然後來打開來看裡面有什麼元件 然後來搞清楚你要怎麼樣製造出這支簡報筆 或是裡面運作的方式 那軟體立向工程是什麼呢 我們使用一些Programming Language 比如說C, ROS, Golan 這些程式需要經過編譯 由編譯器來把你的程式碼 轉換成CPU看得懂的指令級 那關於這種編譯好的執行檔案 比如說Windows EXE之類的 我們就會去把它反主義回組合語言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去閱讀 或是分析這些Assembly Language 或者是使用Debugger 來觀察程式執行的過程跟流程 然後來了解這個可執行檔案 它運作的原理跟一些細節 那了解運作細節之後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完成立向工程之後 我們通常會有幾個目的 都會有一些目的的 比如說最常見是漏洞的挖掘 你可以透過reversing的方式 然後來看到程式內部的運作方式 你就可以找到隱藏在裡面的漏洞 然後再來或者是你想要寫一個自己 你想要自己寫一個功能一模一樣的程式 像我今天做的就是第二個目的 那再來你也可以透過了解遊戲的情形方式 之後找到哪裡可以修改怎麼修改 或者是說你可以做二一程式的分析 就是我每天上班的工作 然後或者是就是商業軟體的破解 也可以用立向工程的方式來達到 那首先我們就是要先決定 因為健保卡Agent 你有Windows 有Mac 有Linux版本可以用 那我觀察一下檔案結構之後 決定選擇Linux版本下手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它的檔案最小 然後並且它是採用動態連結 所以我所需要分析的程式碼量是最低的 OK 那這邊就是Windows的檔案 那檔案就是非常多 然後檔案又很肥 所以就是你要分析這一大堆檔案的功會很多 所以就是通常程式體積越小 分析起來是相對會比較容易輕鬆的 好 那Linux的安裝的那一包檔案裡面 基本上就是一些show script的安裝程式 然後最後的主要的service只有一個檔案而已 好 那它的檔案沒有strip 沒有strip意思是說 你可以用程式看到裡面的function的名字 好 那我們在Twitter上有追了一個做 逆向工程的大大 那我忘記它是叫什麼了 然後就是因為你知道 Twitter大家都會複狂按追蹤 所以有追很多人就會看到很多一個 很多的feed 那他有這麼說過就是 當你要分析一個有simple的binary的時候 我們不能稱之為是逆向工程 因為難度太低了 因為function net就告訴你 這個function要做什麼事情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會來介紹 緣碼閱讀的部分 好 那右邊就是把程式丟進我們reversing的工具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長得像是C語言的東西 然後來幫助你不用閱讀那麼多的行數 可以直接讀一個像C語言的東西 經過一些整理之後它就會變得非常像原始碼 好 那首先第一段這個東西 就是有些人在罵說 為什麼你改我的etc host的檔案 那就是你亂動我系統裡面的設定 好 那他們就是把程式碼大概是這樣子寫的 如果就是有寫過C語言的話 大概就可以看得懂它這段怎麼做的 那最後我們就發現了說 你程式裡面的實作方式 檔案裡面自己寫一行 就是多加一行註解 它只要找到etc host裡面有其中一行 含有127.0.0.1跟這個domain 然後它就不會動你的檔案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讓健保卡的agent 亂動你電腦上的檔案 你可以自己先動它 它就不會動你的東西了 OK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又根據讀了一些stream 跟一些function的寫法 跟function的名字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有些蛛絲碼機 在暗示著我們這段程式碼 是從網路上借鑒來的 比如說大家最喜歡的Stack Overflow 這些網站 那像以這段程式來說 這是demonize 就是把一個 把一個process變成一個service的型態 那Linux我們知道fork 兩次就會變成一個service 然後它在做一些事情 好 像要檢查它的parentID 是不是第一個init 然後會setUID做一些事情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service 那這邊它有一個檔名叫做 example-d.lock 那意思是有一個example-daemon 一個叫做example-service-lock 好 所以萬一我也複製了一個程式 然後 然後我就也叫做example-d.lock 你就會發現健保卡的服務 跟你的服務 沒有辦法同時開啟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以從一些 變數的命名來看得出來 這是其實從Windows 是直接copy過來的 那就有趣了 就是它用了一些方法 盡量用了一些 讓Linux跟Windows 都可以同時運作的程式庫 那你就整份原始碼 幾乎只要複製上就能動了 那再來呢 websocket的韓式名稱 我們也找到了 就是它其實是用了一些 open source的實作 來做websocket 那websocket有兩個版本 因為大家知道websocket 一開始是由chrome先做出來的 然後後來標準化之後 就推出了第二個版本 所以它就有相容 舊版的chrome的websocket 跟新版的瀏覽器的websocket 然後再來最後進到我們的agent 當我們的 使用websocket跟我們的agent 溝通的時候呢 它就有六個conment可以用 那這些東西是它在讀取 讀取websocket的conment 跟輸出結果的時候 會用的一些自傳 有一些for messaging在這裡 那我個人最喜歡的兩個指令 叫做getVersion跟getRandom 因為這兩個指令實現起來 在Python裡面 只要各寫一行就可以結束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健保卡整個通訊的過程 跟它的通訊寫定 長什麼樣子 首先是如果你想要觀察到 這件事情的話 你只要打開買口罩 或是報稅的網站 然後檢視原子碼 在JavaScript裡面就有了 所以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你就可以快速的觀察到 就是透過websocket 然後送一些conment過去 然後conment的參數怎麼傳 就是你只要照著填 你就有辦法使用這個agent了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看它怎麼使用 然後照著它的模具 去刻一個一模一樣的agent server 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自己 打開瀏覽器的console 然後就可以照著這方式 連上這個websocket 然後再送給它conment 然後它就會把資料回傳給你 就可以透過這方式來研究 它裡面存了什麼資料 那講結論就是 就是健保卡裡面所儲存的資料 以我目前研究出來的 你就是可以讀到卡面上 所擁有的所有 每一個欄位的資訊 所以就是 最前面是12碼的卡片編號 然後中間這個全碼的是 身分證字號 然後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跟最後這個e我不確定 它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呢 大概就是有這六個指令 GateVersion取得 那個agent的版本編號 然後呢 GateVersion取得 前面那個基本資料 那encrypt是你的健保卡 你要使用的時候 你要輸入一個 你設定好的密碼 然後它會用agent加入你的密碼 加密你的密碼 然後再把加密的密碼 再送出去 那這樣子在以前網站 如果還沒有上htps的時候 它可以某種程度上的保護你的密碼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它也是secure.getbasic 它其實就跟getbasic差不多 但是它取回來的資料 是有經過加密的 那有一個參數叫password等於什麼 但是這個password的參數 其實根本沒有用到 就是你password不管填什麼 你得到的加密的資料都是一樣的 表示你的密碼跟加密的過程沒有關係 然後getrandom它會取得一個 它是一個取亂數的功能 然後這個亂數的功能 會在這邊再用到 然後最後再取一個login的token 讓你可以登入那些第三方網站 那這大概是它整個流程圖 首先就是service是我們這個agent 然後浏覽 不是service是 比如說買口罩或報稅的網站 然後browser先發起跟agent說 它要拿一個亂數 然後agent產一個亂數回來 那其實這個亂數研究完之後 它只是它隨便產亂數 沒有任何規則 所以你可以自己產 好然後再來把這個agentnons 交給hsign這個指令 然後接下來agent就會根據這個東西 然後加上你的卡片的資訊 跟健保署伺服器驗證完成 然後給你一個叫login token的東西 你拿著login token 跟你登入用的密碼 你就可以完成你的驗證了 好 那再來往下 再來我們 oh sorry 好再往下這個是那個hsign 就是驗證卡片的那個流程怎麼跑的 首先agent會先 你的agent會跟健保署伺服器做連線 先發起一個hand shake 然後最後會拿到setion key 那這部分就有點像是diffieholman的那個過程 但是它是用rsa做的 好那細節就不提可以去看程式嗎 好那再來從卡片裡面讀出卡號 跟讀出卡號 它有一個卡片的亂數 那這個亂數就是 是你沒有辦法自己做的 好那那個card的nons交給server之後 然後server會給你要server challenge的東西 那這個challenge可以用卡片來解 卡片解完你會得到一個叫car response的東西 然後最後car response再給server 那這個東西就是 server challenge只有卡片才有辦法知道怎麼解 server跟卡片知道這個要怎麼解 解完的東西 server對答案 server確定你的答案正確 他就會給你login用的token 那這個token帶到你的前端裡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登入去買口罩了 好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重新實作這個程式 好一開始的時候我使用c語言 然後在windows操作API 然後讀卡讀資料 然後等到我開始接openssoAPI的時候 我就放棄了 好 那再提一下就是有一個叫labpcssclite的library 他是直接做了一套跟windows 讀取smartcard API長得一模一樣的API 所以你如果寫了一個windows讀smartcard程式 直接複製貼上到linux 然後改成用這個library就可以直接動了 magic 好所以就可以省很多工 那他在mac上也能用 那改用python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有一個叫pyscard 就是python的smartcard library 他可以跨平台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用寫簡單幾行的程式 然後就可以把一堆很長的東西 變成一兩行而已 然後就可以很快的做完跟晶片卡 讀取資料 然後傳接資料的這一段 我突然 可能是網路連線太慢了 所以後面還沒載入 看一下喔 好 所以就是我就python完成一個跨平台 可以讀取smartcard程式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他有一些加減密的部分要處理 一開始我是直接使用openssl native的API 然後用ctypes把它接到python上面去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進入一個痛苦的 debug修羅的過程 因為你會在ctypes裡面crash 這時候是不會噴出python的enroll message 因為程式直接crash在C元的程式裡面了 所以過程非常痛苦 一定也不好玩 然後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去free openssl的資源 因為它的API真的太難用了 太難讀了 好 最後再經過了 然後看完整個通訊流程 我知道加減密的整個overview是怎麼做的 我就改 我就不使用C元的API了 我就改用別人包裝好漂亮亮的python的API 重新做了一遍 然後就感受到python真是美好 C元太痛苦了 好 那最後我們就寫一個web socket server 用python寫很簡單 你用任何的screen language寫應該都蠻簡單的 那最後我順便處理一個就是htp origin的檢查 那這個漏洞是這樣子的 這漏洞已經在heakon real days被公開的時候可以講 就是你可以做一個釣魚網站 然後給你的使用 然後就發給你 如果你剛好插著讀卡 插到健保卡又插 又插又開著agent 我就可以用這個釣魚網頁 透過web socket 然後讀你的健保卡資料 好 所以我就檢查了一下 是不是.gov.tw來的request 那就會減少一些被攻擊的風險 然後再來呢 原始agent做法是改host 把這個domain導到localhost 然後我不喜歡用這個 我不希望這樣做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我拿了一個sox5proxy的server code 放進來 然後如果request要去這個網頁 我就直接把這個連線解釋到我的這邊來 那這個解法就比較漂亮 你只要設定sox5proxy就好了 好 然後最後重新實作 因為原廠給的評證 它的certificate的券 是沒有券起來的 所以我就自己 自己重新寫了一個score 讓你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自簽 那你也不會用別人成好的key 好 然後最後我就完成專案了 然後我就把它帶到 我有把它 我就一開始 我就有去G0V跟大家介紹這個專案 然後我想要找一些人 來幫我增進這個專案的使用性 我希望它短期內 可以直接取代掉廠商的 那個廠商給的那個不太好用 又有bug的版本 好 那但是後來就是 可能就是我沒有把它帶去揪鬆 或是黑客鬆 所以說可能就比較沒有人 關注這個專案 好 那我就決定來這邊講一場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程式做點分析 總之我找到了就是一些弱點 那 我這邊不會提細節 就是大概種類大概有這些 好 那最後總之我做到的東西就是 我有辦法直接透過側錄封包 我就可以解開這整個 你agent跟驗證伺服器中間連線的內容 好 我可以直接解開這一段 那解開這一段之後 你還是需要其他的登入密碼 才可以 才可以 登入你的身份 所以其實 它會 降低一些安全性 但是不是 不是一件很慘烈的事情 好 那最後就是想要講一下 安全的本質是什麼 首先安全的本質是風險的管理 好 所以風險的管理是什麼 就是你要問你自己幾個問題 你可以相信 你可以相信誰嗎 你可以相信什麼 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家的網管 有速度全線或路程比買 你可以相信它嗎 你要在這個雲上面放什麼資料 然後你有沒有集合的手段 你用的Library或Software 會不會有後門 好 那華為跟Facebook會不會偷聽你說話 好 之類的 第二個問題是你要保護什麼東西 你願意付出多少成本 你付出了幾千萬做軟體保護 結果競品比你好用比你便宜 破解版還比你多 那你花這一千萬就沒有用 好 所以有時候 我們在做長治安的時候 也是要在意成本的問題 好 所以就是防禦是為了正在攻擊的成本 但是你砸太多的時候 就是還是沒有意義的 好 那最後資訊安全相殺要素 就是 好 大家去維基百科上面看也可以 也可以 好 那這類軟體出問題會犯什麼事情 首先伺服器被入侵 你可能會暫時沒有辦法使用 或是A原程式不穩定 你會不能用 完整性密碼宣線證有漏洞 你送出訊息被篡改的話 你也許身份會被盜用之類的 所以就是 在做這類agent的時候 也得要 也得要注意好這些事情 好 他在哪裡啊 右邊嗎 好 好 那再來就是 從這方面的資產問題 會衍生成人權的問題 因為最直觀的就是 你的隱私訊會被侵犯 我可以透過你的卡片知道 你去過哪裡 用過什麼服務 或是甚至可以盜用你的身份 所以就是我們會希望政府可以 政府可以注意這塊東西 然後同時我們做一個開源的版本 就會讓這件事情可以被集合變得公開透明 好 中階 好 晶片卡其實最大的隱憂 通常不在卡片本身 因為像你的提款卡什麼東西 都是smart卡 smart卡已經被廣泛的驗證過了 所以其實本身不太會出問題 比較容易出問題的是 smart卡周邊的軟體 好 然後再來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的話 請你使用獨立的設備 或虛擬機來自行晶片卡相關的東西 然後人生苦短緣 你用 OpenSSL的C原的API 漏洞就像數學考題一樣解不開就解不開 再來就是教練我想拿RCE RCE是 Remote Coexecution 就是漏洞裡面最嚴重的一件事情 是我可以利用這個漏洞 入侵你的設備執行 我想要執行的程式碼 好 那 我好像超死很多 健保卡本身有儲存多少就醫紀錄 健保卡它儲存容量其實不大 所以首先我要先回答我不知道 因為我能夠做到的事情 就是那個agent所能夠做的事情 他可能有其他comment可以用 但在那agent裡面沒有用到 所以我就不會知道怎麼用 如果我拿到醫院診所的軟體 我就有辦法知道這些資料了 再來另外我有自己試過去發一些 隨便發一些comment給他 但是都沒有揣衷任何東西 就有點可惜 不知道研究agent過程的部分 沒有 但我知道的是健保卡本身 會有一些註記的功能 比如說可以註記重大傷病 可以註記器官券症之類的東西 所以表示裡面是可以存一些資料的 但是不會在裡面存算很長的資料 你的病例資料主要都還是在 健保所通的原段伺服器裡面 或是醫院的資料庫 請問現在才有提問嗎 可以簡單分享一下你個人對於EID 這個政策的想法嗎 EID對政策的想法嗎 我自己對於這個東西最大的擔心是 他說他有非接觸世界面 所以表示那東西一定是RFID 因為RFID最便宜最好取得 那表示我擔心的點是如果有些 比如說你要去註冊會員 或是你要去一些什麼地方 你要註冊一張卡片什麼 他會跟你說 你得要拿你的身份證出來刷 不刷的話不讓你註冊 你刷下去你的卡片的UID會被他記住 這時候透過這組UID 就可以追蹤你去過哪裡 這是我對於這件事情最大的隱憂 那其實說真的 對於其他事情我覺得還好 就是我覺得你只要在發卡片給我的時候 順便給我一組防止卡套就可以了 那對於其他的問題其實都是一些老問題 就是身份證時代有的問題 到EID還是會有 但是EID多出來的問題嘛 就是你新的A卷會不會有漏洞 對 就是等到EID出來之後 我還會再做一次的 對 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的話就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木棍大大 真的 這些東西的話 如果你自己要做的話 真的是 我還是看一下有沒有open source的東西 就這樣 所以呢 基本上我覺得open source 是一個很有趣很神奇的事情 每個人都各有自己的專長 那像是木棍大大的話 專長他可以去 他可以去研究 很 deeply去研究這些東西 那有些人的話 我們就適合擅長做 例如說做application的事情 那有一些的話 就很適合做EYUX的事情 在今天我們講者都遇到這些 那他聽到這些故事 那在open source的世界裡面 其實我們很常 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去做事情 例如說如果看到了 木棍大大的東西的話 或許我就想到 我可以拿他的東西 來做一些什麼樣的 更進一步的研究 或者是應用